大家好 今天用豆腐 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 豆腐切成小块备用 把香菇切成片 红辣椒切成条 焯豆腐的水放点盐 焯水的豆腐去腥更滑嫩 水开焯下香菇 水开香菇就倒出来 鸡蛋打散浇在豆腐上 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盐 糖 胡椒粉 胡椒粉 少许的水 撒拉油 低油温的时候放豆腐 煎至金黄的时候翻一下 两面煎至金黄 捞出 色拉油 麻椒 炸好的花椒 捞出 豆瓣酱 放入香菇 放入香菇 放入豆腐炖五分钟 把红辣椒 把红辣椒下入 粉面子 骨切 放入葱板 美味的家常豆腐做好了 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喜欢的朋友 快来试试吧